Hello 大家好 封关两年 澳洲今年2月迎来重开边境喜讯 只要接种两剂疫苗入境旅客 到复时就不用再隔离 对当地人相当鼓舞 因为不单只可以重振当地经济和旅游业 连房地产都会有正面作用 说起海外楼市 很多时我们都会想起英国市场 但放眼英国以外的国家 澳洲会不会有商机 今天就想跟大家谈谈澳洲楼市 当然就不知我一个人说 所以我也请到身边 专门负责海外楼市的Felix Felix本身就是Rate White的销售总监 都累积很多年 推手澳洲楼市的经验 Felix 你好 Hello 今天你也带了一个 是墨尔本的楼盘 那个楼盘是什么名字 没错 我们今天带了一个墨尔本 位于South Bank 叫South Bank by Builder的楼盘给大家 究竟这个楼盘可否符合到 逆后的投资取向 待会我们会谈谈 先谈谈澳洲楼价 因为在疫症两年间 澳洲楼价影响不算很大 截至去年底位置的两年间 澳洲楼价指数是183.9 累计有2.8的升幅 远远跑赢了香港同期升4% 三大主要城市包括 Signy 墨尔本和布里斯班 其实它都录得升幅大为2.3-3.3之间 就要我们今天集中讨论的墨尔本为例 我知道它现在分层的平均售价 都说的是67万澳资 差不多381万港币 这个数字当然是历史数字 但Felix 可否和你说一下 其实你个人怎样看 未来的走向 其实澳洲楼市好像免疫了 很快已经在COVID去recover了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政府有一些方向做得很对 比如在过往的一段时间 少了国际的投资者 但他们推出了很多的优惠政策 去帮助当地的家庭上车 我觉得这股用家 其实对于楼市 是打下了一个很强的基础 再加上其实international border已经重开了 由去年第四季澳洲的国民 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的朋友可以回澳洲 去到上个月2月21号 大家拿着一个visitor的visa 已经可以回澳洲 我相信Melbourne 其实澳洲其中一个最吸引游客 和最多学生的一个教育之都 这一批学生回到去 对于大学附近 市中心附近 那个楼价的一个支撑 和一个租务的需求 会有一个很正面的影响 都因为边境重开 经济活动增加 我知道你也带了一个 在梅尼本CBD的楼盘 叫做South Bank by Biller 这个盘其实South Bank 是不是和它的地方有关 South Bank是一个什么区分 市中心以南 经过Yarro River之后 就是South Bank的所在地 South Bank和市中心的分别 就是市中心真的商业味很浓 还有很多游客都会去的地方 但是South Bank是一个mixture South Bank自己本身 也有很多甲级写字楼 或者当地著名的企业 比如PWC JB Hi-Fi News Club 的总部都在那里 其实在那里工作的人口 大概都有接近4万人 但是其实更加以外 还有很多休闲的设施 本身South Bank 就是墨尼本很大的一个 艺术区来的 比如维多利亚艺术馆 澳洲当代艺术馆 维多利亚的艺术中心等等 其实都在South Bank这个地方 也有很多陆化的地方 比如墨尼本人的厚花园 Royal Botanic Garden 其实都在这里 刚才你所说的 South Bank的工作人口 是超过4万人 以我所知 常住人口都有1万8千人 在那4万个打工仔里面 我知道有4成的人 都是从事文化娱乐业 有些人从事专业科研的行业 当中是两成半个打工仔的月入高达5万港币 我们都会成为 是支撑着墨尼本CBD的租墓需求的人 但问题就是 我们看到这个数字 都是讲到2016年的政府统计 之后的走势会是怎样的呢 还有因为我们知道疫情下 整个经济环境都会转变了 到时其实大家可能会多了 Rick from home 在这个情况下 整个经济的动力会否扭转了 还有大家对CBD的租墓需求 还是不是这么强 亦后大家的lifestyle 会有少少不同 但我相信某一些工种 依然是需要上公司去上班 所以其实我相信慢慢 大家在疫情之后 不少工作的崗位 都会回到市中心上班 只不过大家可能 更加会追求那种work life balance 因为惯了在家 很多公余的时间 很放鬆的一个空间 所以其实South Bank本身的lifestyle 和整个地区的规划 其实是更加适合 这些是市中心上班的young professional 以我所知 South Bank Fabula这个楼盘 本身的设计都很特别 因为本身现在这个设计 都是经过一个世界级的比赛 最后出了这个设计 整个设计是由荷兰的un studio 和澳洲当地的corks architecture 整个外形是一个双子塔 而当中的东塔 就是整个南半球最高的building 整个外形是一个螺旋形 好像一个艺术品 而且每一个部分 都是有一个greenery的部分 亦都是全世界最高的vertical garden 一路连接到顶层 就是370米的高空 就会有一个全新的future garden 这个future garden其实是和新加坡的garden spider bay 一样都是由grand associate去设计的 所以是一个很绿化的一个building 如果传统来说 去到melbourne 你就会去melbourne的sky deck 你去到gold coast 就会去到q1 或者你去到sydney 就会去到sydney tower上面 去飽覽很漂亮的夜景 我相信去melbourne的朋友 全部都会来这里 看着一个最漂亮的夜景 当然我们本身 这栋楼的一个住客 其实他们有一个speed pass 他们可以优先 就会上到这个building 所以这个都是其中一个 很吸引的卖点 你觉得这个楼盘 可不可以切合到这个逆后的潮流 这个项目可以说是澳洲 最大的一个综合体 其实本身项目基座 它有商场 它也都有展览的场地 也都有wellness的一个地方 也都有很大的food hall 也都有很大面积的一个室外地方 比如South Bank Step 和South Bank Square 而在西塔部分 除了有一个工作的一个大楼 是超过50万平方尺 而在整个西塔上面的部分 就是Four Seasons Residence 当然Four Seasons Residence的顶层 就会是一个roof top的garden 但随此之外 这个盘有没有其他增值服务 有很多高端的住宅 比如有些餐厅的booking 或者一些travel的booking 我想这些都是很正常有的服务 而今次发展商希望带给大家更加personalized的服务 比如它有一个lifestyle management 就是你在生活各方面 你想得到一种提升 他们都会有一些专业人士 去给一些意见你的 你想买一个深爱的礼物 给你的爱人 他都会帮你买 或者在食物方面 可能工作很忙 你希望工作以外的身心方面 得到一个很有规律的调整 他会有personal trainer 会有nutrition的advice 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给到大家的 当然上述我也是以一个投资角度去考虑 如果用自用角度出发的话 又是不是这么吸引呢 澳洲对香港人都算吸引 是因为除了在一个先进国家 经济前景这些因素之外 我知道很多香港人都会放眼 是移民澳洲的 以我所知澳洲里面 其实墨尔本 都是应该是最多人选择移民的地方 远远跑赢 即是塞尼亚 以及布里斯坦 据说不同的州份都会有一些配额 在疫后之后 那个移民政策会不会有些转变 澳洲本身移民 其实是有不同的一些配额 有联邦的配额 亦都有州自己的配额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背景 去申请不同的移民 其实澳洲政府最近更加 伸出了一个叫Hong Kong Stream 其实就是香港的朋友 你可以透过毕业生的签证 以及工作的签证 其实申请Hong Kong Stream 而得到澳洲的PR 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 或者很多客户 他的小朋友 其实都是希望透过这个移民 去留在澳洲 澳洲事业 还有些地方需要考虑 就是一些事业的成本问题 以我所知 如果我们是海外买家 去买楼的时候 都需要经过FIRB 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批准 才可以买楼 而且只能够买一手楼 还要留意按揭的问题 特别是澳洲的经济反弹 现在的失业率 预计今年会回落到3.75% 通胀就会升到2.75% 澳洲央行就说 可能会终止这个量下宽松 究竟其实息口走势上高 会不会直接影响到旺旺旺旺旺旺市场 相信今年都会回门加息 但是不会太aggressive 都是一个平稳 再向上的一个上升 所以大家都不需要太担心 至于大家在息口方面 现在澳洲的息口 大概都是两厘多 去到三厘多之间 当中取决的因素 会有几点 当中包括本身 可能有没有澳洲的身份 或者你的收入的来源地 是澳洲国内 还是香港 你是一个自用 还是投资 或者你是选择一个定息 还是一个浮息 这几方面都会影响了 大家得到的按揭的利率 但是按揭乘数方面 其实一般澳洲 最高是可以做到6至8成的按揭 所以大家在首付方面 希望这方面都帮到大家 可以令到大家轻松一点 如果澳洲一般都可以做到25至30年 所以这个年期来说 跟香港其实相差不会太远 另一点要留意就是印花税 其实澳洲政府都有很多 是欢眠印花税的政策 对一些可能首次事业的买家 有些欢眠 香港人受不受害呢 如果首次事业比较面向 就是当地的朋友 本身香港的居民 其实未必可以享受到 这些首次事业的 但是不同的政府 其实在不定期都会有一些优惠 其实是为及当地和海外的朋友 就好像我们今次 South Bank Babila这个项目所在的地区 其实现在维多拉利亚州政府 其实是有一个印花税的減免的 在今年6月30日之前 如果大家扣置100万以下楼价的楼 是可以得到当地印花税部分 50%的減免的 如果大概的数字 应该是楼价的2.75% 即香港人或者行人去买 澳洲楼 除了刚刚有一个印花税的 有50%的discount之外 是不是还有其他税项要付 在每个州 香港人士都会有一个 extra stamp duty的部分 就好像民意本所在地匯多利亚州 是8%的 除了刚才所说的税项之外 以我所知 如果买楼出去 你获利都需要付资产增值税 如果你是买入物业一年来 你售出的话 是要全部的利润都要计税 但如果你是一年之后买出 除非可以证明自住 或者永久居民 才不用计税 这些成本自己都要计清楚 今天先和Felix谈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议题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 Ratewide的网址 可以点进去 了解更多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这部影片的话 你记得订阅我们胡说留市 在YouTube的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钟 还有最重要是CRS 下次出片 大家就不会错过了 这是我们先说到这里 谢谢Felix先 下次再见 拜拜 感谢观看